怎麼拍都怎麼奇怪 就拍不出韓星那種很漂亮的照片 這一部超級重要 哈囉我是阿欣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有一種 會客室的感覺啊 大愛會客室 好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很久以前有一支影片 是去英國拍 教大家旅行的時候 怎麼樣拍出有特色的照片 那支影片還有被孫賢富翔想 沒看過的人等一下趕快去看 那我們今天一樣是教大家拍照 哈哈哈哈 居然在那邊教人家拍照 像我們這些最新主 平常在滑那些明星的IG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天啊為什麼韓星拍的照片這麼好看 然後我就有觀察很多不同的IDOL 他們是怎麼樣拍出那麼好看的照片 然後我整理出了五大拍照的方法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可以一起來學學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個非常常見的韓星拍照方式 就是對著鏡子拍 IDOL他們不是都會學要妝髮嗎 他們無聊的時候就會對著鏡子拍 然後今天妝容 那我們一定要舉個例嘛 誰很會拍這種對著鏡子拍照 像是宣美就很會對著鏡子拍照 還有劉真也很會 他就是在妝髮的時候特別會拍這種照片 跟劉真長得很像的安蘇宇演員也是 他們都非常常拍這種對鏡的照片 我其實私底下也試過好幾次對著鏡子拍照 怎麼拍都怎麼奇怪 就拍不出韓星那種很漂亮的照片 後來就研究了一個方法來提供給大家 首先第一步呢 你環境的燈光不能太亮 要稍微按一點點 接下來人就對著鏡子手機拿起來 先開啟什麼 閃光燈 沒錯這一步真的超級重要 我常常忘記 接下來就是找角度 你可以就是臉稍微歪出來一點點 再來這一步超級重要 你要把鏡頭放大 沒錯這樣你才不會把背後一些雜物什麼拍進去 整個照片就會看起來比較乾淨 這個真的是我後來才發現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放大 有沒有受用有沒有受用 好你們今天OOTD是什麼 你們就直接對著鏡子用這個方法拍 好再來第二個韓星的IG拍照方法呢 就是風景拍 就是出去玩的時候非常受用的啦 來我們先來看幾個非常好的例子 像是恩蒂我就常常覺得他很會拍這種風景的照片 那種非常自然不刻意的那種風格 還有載燦 沒錯 因為載燦很多的照片都是他哥幫他拍的嘛 沒錯 完全就是那種很不經意的一個瞬間 還有JOE他IG前期的那種三格的照片有沒有 每一格幾乎都是像這樣子的 那到底怎麼樣拍出來呢 來 你們有沒有發現他們 都沒有看鏡頭 沒錯因為我們通常去一個景點拍照的時候 我們都會習慣這樣子 人筆花膠 對就是很無聊的這種手勢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現在要拋開那種故友的概念 我們要很自然 不看鏡頭這樣子 好像彷彿沒有這個相機這樣 我就是曾經知道我現在這個moment 你可以就是 不看鏡頭然後側臉 然後或者是呢背向鏡頭 然後轉過來這樣 哈哈哈哈這樣笑 這個感覺 其實就會蠻自然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叫幫你拍攝的人跟你講話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直保持這樣 啊哈哈 喔對阿 喔對 喔真的耶 就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雖然聽起來有點假掰 可是真的這樣拍出來會比較自然 好再來第三個韓星IG拍照方法呢 就是 側拍 那這個最近的例子 就是最近宋志孝的IG 你有沒有發現 風格大改變耶 他之前都是 有一點 難以言喻的那種自拍照 他現在風格就是很日系清新那種 小秘訣 就是很多都是小編直接在旁邊幫他拍照的 然後他有宇宙上你的雪兒照片 我也覺得很多都是那種 他可能正在做一件事情在旁邊的人幫他側拍 看起來真的是 你很像參與了他的生活一樣 今天可能跟朋友去喝下午茶的時候呢 做這個動作ING的時候 就直接請你朋友 一直幫你側拍就對了 認真吃 真的吃 當然是要吃得漂亮啦 比起那種直接 蛋糕前面這樣擺動作來講的話 你可能真的吃 還比較讓人家覺得有參與感 然後還有就是 你在自拍 也可以請你朋友幫你拍照 其實我覺得 沒有人會一直想要看到你的自拍照 你與其上傳自拍照 不如上傳 旁邊的人幫你拍自拍的這個側拍照 你知道嗎 這看起來好像還比較有趣吧 我覺得啦 然後舉一個特殊的例子 就是 認實晚最近的IG也是這樣子 他之前也都是拍那種 大家覺得很無眼的照片 比如說他就是 這樣子手機拿在上面 然後拍食物照 奇怪角度的直男自拍照之類的 但他最近呢 他會請他旁邊的人 幫他喬角度自拍 這個過程 會有人拍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照片 反而更引起大家的興趣 不會讓人家一打開IG 就一直都看到你的自拍照 好 那講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樣東西非常重要 就是 手機 沒錯 我們以上講到的各種方法呢 都是用手機拍出來的 他最需要的是什麼 就是 手機殼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跟Castify合作 我就是各位 你們idle 手上最常出現的那個Castify 國際知名時尚配件品牌Castify 除了是時尚又潮的電子配件品牌以外呢 Castify也致力於永續發展的神秘網 離浪費的目標前進 就像我手上的iPhone防摔再造手機殼 他們就是舊手機回收再造而成 而且是以65%的回收材料製程 就是賦予那些舊手機第二生命 然後你仔細看這個邊框 那個彩色點點 就是回收舊手機殼的那些塑膠原力 Bling Bling的同時呢 又非常的環保 而且我跟你講 他還可以客製化很多聯名啊 印花的樣式公尼選擇 再來防摔能力 大家都知道馬上他們的招牌 強悍防摔再造手機 可能是透過6.6英尺的降落測試 特強防摔再造手機則是9.8英尺 講一個小故事 我某一天就很開心 就是直接把手機往沙方上一丟 然後呢不巧它就直接掉到地上 我媽目睹整個過程了 他整個就是 結果本人我在旁邊呢 是有一個無感的狀態 就是因為我用的是Castify 就算好不好 都可以保護好你的手機 我們剛剛講iPhone嘛 再來三星的用戶們 各種新款的三星手機殼來了 支援的型號很多 像這個S22啊 強悍防摔再造手機殼 它是採取二重升級防護 如果不小心掉到地板上的話 你可以保護你的鏡頭啊 螢幕受到傷害 然後還有這個S22的鏡面手機殼 欸 拿來照鏡子擦唇膏超級方便 它有兩款顏色 然後這款你可以刻製化你的名字在上面 你整個獨一無二變成你自己的手機殼 超級好看 Z Flip3也有 強悍防摔手機殼 你看你整天起來超級可愛的耶 這樣掛起來有沒有 直接變成你的時尚配件 以上呢 都是百分之百安全無度 百分之百的可回收包裝 支援客製化 也有很多的特色印花設計 三星的用戶們 可以賣起來了啦 欸你知道嗎 我每次拍照玩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手機殼哪裡買 到底怎麼客製化 來 我現在來告訴你們 進到官網之後呢 首先先選擇你的型號 有iPhone、三星還有Google等等 再來選擇你的款式 有六種 看你要哪一種防摔或鏡面等款式 再來呢就是選擇顏色 好第三個 這邊有非常多的排版 字型顏色等等的 然後你可以輸入八個字數 我覺得這些字型排起來都還蠻有質感的 最後呢就是輸入你想要的各種需求就可以了 可以瀏覽一下網站 有很多印花款式供你選擇 趣味啊 氣質酷炫等等的 很多樣式都可以慢慢選 欸你們知道 我每次看到IDOL手上啊 都是用開手法 我就非常開心 有種就是跟他們Gate同款的感覺 很時尚實用又環保的最新方式 大家也想要買的話呢 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然後不要忘記 一定要帶著 外星人專屬折扣嘛 好不好 待會就記得 點開資訊欄去挑選看 好再來第四個韓星IG拍照方式呢 就是 純色牆壁拍 也不一定是純色啦 就是比較單調的背景的拍照方式 平常在那種純色牆壁拍照的時候 很容易看起來很無聊 要嘛就是站著 或是那種 腳往前伸的那種拍照方式 然後後來就看到 有好幾個明顯的IG 他們在純色牆壁拍也可以拍得很好看 譬如說像是炫雅 單調背景的照片也都還是很好看 然後 太妍也是嘛 因為他每次上星期六都有特殊造型嘛 然後都會在一個角落拍照這樣子 還有TWICE也是 看似普通的背景 拍出來的照片也都還是很有氛圍感 到底是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步 你可以選擇 比起直直的拍啦 我覺得其實從上或往下 更有特色耶 然後思考一下我們剛剛的舉例 他們其實都沒有太多的動作 比起我們真的平常在那邊 Oh yeah 的那種照片來講 他們每一張照片真的都是 主要是用表情來詮釋這個照片的氛圍 然後還有一部就是 我跟我們剛剛的鏡子拍一樣 就是開啟閃光燈 我以前一直覺得閃光燈是一個很慫的事情 閃光燈真的有時候會讓一張照片變得更豐富 所以好不好 下次你們可以試試看開啟閃光燈拍照 也可以試試看像聖娘那樣子 就是他常常會蹲著拍 像這種比較偏model的姿勢 也還蠻適合像這種比較單調的背景拍照的 都會讓整個照片看起來更 好 再來最後一種韓星IG拍照方式呢 就是照片日記拍 欸 我以前也沒有想過 其實IG也可以常常發這種照片 有一次我打開我自己IG的時候 發現 欸 奇怪 我的IG好像都是我自己人的照片 純物品的照片 真的很少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 其實這樣看起來啊 有一點沒有呼吸感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偶爾其實也可以拍拍像這樣子 單純記錄你生活的照片 比如說像是RM他的IG 我就覺得很有生活感 他真的就是記錄他的生活為主 還有J-HOPE也是嘛 他們兩個真的都是偏藝術系列的 比如說他要發尖 OOTD 不是喔 他第一張是放他的衣服 OMG 我真的覺得這個太有特色了 然後女生的話我覺得全昭明的IG也蠻有特色的 他的骨子裡面也是很有藝術感的人 比如說他今天看了哪一本書 哪一個詩集 他覺得很有感觸他就會拍下來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喔原來你的一天是長這樣 那怎麼樣拍出這種很日記方式的照片呢 我感受到這個場景給我的東西是什麼 好我覺得這邊這個桌子很漂亮 那我可能就是 我待會喝茶的時候呢 就可以幫這個茶主拍一個漂亮的照片 你當然隨手拍也可以 但是也可以稍微想一下這個構圖怎麼樣比較質感 光影的這個感覺就看起來更有氛圍 我覺得我之後也可以應用這個方法 這個真的很棒 好那以上就是我自己觀察到的 五個韓星他們IG很常用到的拍照方式 大家之後再發IG的時候 也可以想一下怎麼樣拍比較不無聊 比較有特色 好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大家喜歡的話呢 記得按聽分流 我們就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